我今年一百岁,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,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走多远,寿命是不由自主的,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,我的喜庆这一百年,这二百的误会回家,我没有登台山而小天下只敢,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,细想至此,我心静如水,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,准备回家。 在这步欲横流的人世间,人生一世实在是够苦,你存心做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实人吧,人家就利用你,欺负你,你稍有才得品吗?人家就嫉妒你,排解你,你大度退让,人家就敬拜你,损害你,你要不与人争,就得与世无求,同时还要维持实力,准备斗争。 你要和别人和平共处,就先都和他们周旋,还得准备随时吃亏,少年坦然,青年迷恋爱情,壮年积极于成名成家,暮年自安于自欺欺的人,人寿几何? 完全能练成的精金,能有多少,但不同程度的锻炼,必有不同程度的成绩,不同程度的纵欲放肆,必击下不同程度的顽劣,上仓不会让所有幸福集中到某个人身上。 得到爱情未必拥有金钱,拥有金钱未必得到快乐,得到快乐未必拥有健康,拥有健康未必一切都会如愿以偿。 保持知足常乐的心态才是淬炼心智,进化心灵的最佳途径,一切快乐的享受都属于精神,这种快乐把忍受变为享受,是精神对于物质的胜利。 这便是人生哲学,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,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长,不同程度的效益,好比香料,导得欲碎,磨得欲喜,香得欲浓烈,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,到最后才发现,人生最曼妙的风景,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。 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,到最后才知道,世界是自己的,与他人毫无关系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